如果你想要增加你的桃花运 如果你想要找你的证源 如果你想要招贵人 或者是促进夫妻的感情更和谐的话 欢迎收看汪汪30天 在11月16号到12月15号这段时间里面 准备一块红布 小小片的红布就可以了 不用太大片 然后在这个红布的中央 你可以用什么笔都可以 还有还有记得是红布 不要问老师红纸可以吗 或者是红塑胶可以吗 不行不行 只能够是红布 然后在中央的话 你画上这个符号 你可以用蓝色的笔 或者是黑色的笔 或者其他颜色的笔都可以 是红布上画上这个符号 一个半圆的符号 半圆的符号 半圆的符号 然后把你的名字 写在这个半圆下面 就是你的全名 全名 那写完了之后 把这块红布呢 直接就放到你的这个手机壳里面 手机壳里面 老师重复了 然后这个符号向内向外不重要 没有关系的 把它放在这个手机壳里面 然后到了这个12月15号过后呢 拿出来直接扔掉就可以了 好 这边老师顺便提醒大家 如果你已经报名了老师的这个12生肖 讲座2024年的 他会是在这一个11月25号晚上7点到10点钟 新加坡的时间 然后你应该已经收到的老师发给你的这个邀请的这个链接 你去检查一下你的email 那些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老师的头像栏 然后你去到老师的主页 直接按链接报名就好了 好 在这边老师祝你 这个得偿所愿 心想事成 记得点赞关注还有转发哦 我们下回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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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